为了使银法族的生活有更好的照顾 新北市政府社会局将光荣国中的旧校舍 改建成银法教育中心以及社区关怀据点 开幕当天社会局长也到场祝贺 期望为银法族带来更好的生活 台上成员开心的跳舞 新北市政府将三重光荣国中旧校舍 改建成银法俱乐部以及社区关怀据点 并和爱笑瑜伽协会合作 为银法族带来更好的生活 为了要充分地利用这个场地 所以我们的关怀据点是从礼拜一开到礼拜五 而且是从早上到下午 那在这个据点里面它有非常丰富的课程 那爱笑瑜伽协会呢 他们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不是只有爱笑力而已 它还引进了各式各样多元的一些课程呢 让长辈在这里呢 可以促进他们的健康 可以共餐 而且可以彼此相互的关怀 那更重要的 我也要感谢我们爱笑瑜伽协会 他们不是只有关怀在地的长辈 他们甚至还走到我们的长照机构里面 希望让长照的长辈呢 也能够跟社区的长辈一样的开心 庄景里表示 他在现场与长辈哈哈大笑 笑到眼泪都快掉下来 不知道笑有这么大的魅力 期望长辈也能练就爱笑力 新北市爱笑瑜伽协会理事长王淑芳表示 爱笑瑜伽由一位印度心脏科的医生建立 风行全世界130多个国家 目前全台有54个据点 非常感谢师傅提供一个种子老师训练的基地 让长辈们可以呢 比较好学 照顾比较不好学 让上来帮忙 我们说可以笑对自己就是欲望 如果可以让无伯人 那是经家欲望 爱笑瑜伽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快乐之外 也可以用笑来让无伯人 人家说年纪稍微看较有 稍微看鼻痛一定会啦 但是我们要怎么让自己心情快乐起来 人家说有想要做的事 万事就无事喔 来这上课 交朋友做运动 每天都会快乐哦 该中心不仅作为种子老师培训的地点 也作为社区关怀据点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开放 欢迎长辈多加利用 记者高兴峰林家珍三重采访报导